宜蘭縣補習教育事業協會頒發獲得認證的優質補習班級優良教室 給予肯定與鼓勵 同時也發起公益行動 除了補教協會之外 也號召會員及富士達保金公司與藍星獅子會 共同捐款6萬元給創世基金會 攜手共同捐款6萬元給財產法人 創世社會的內基金會一起來奉獻愛情 當然我們會內所有的會員也一起發揮他們的愛心 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樣的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 不但讓我們能夠有能力的照顧到所有需要照顧的人 創世基金會他們其實是在募集他們需要的資金 來建立嘉義的創世基金會的會館 那這次呢因為在地呢我們屬於宜蘭縣 所以呢在地的創世基金會來找我們談的時候呢 經過了李建設討論呢 我們呢就想說那就是還是一樣把資源回到我們的當地 那我們也去參觀了創世基金會他們的會館 發現很多的職務人呢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幫助 創世基金會主要服務職務人家庭給職務人妥善的安養照顧 而服務經費有九成都來自社會大眾捐款 讓許多辛苦的家庭在社會的愛心支持下享受這份福責 因為這個是我們一個職人住職人的活動 那這是第二波就是我們邀請我們宜蘭縣的補教業者 就是一起加入我們的職人住職人活動 幫助我們宜蘭地區的清函植物人家庭 那這次捐款的六萬塊錢就是對你們來講是用在哪方面 就是用在我們安養院的植物人的照顧服務的經費上 那可能就是大家一般所認知的就是植物人的尿布 還有就是那個奶粉的費用等等 那這部分你們平常都在募集經費是不是 對我們一直以來就是透過各種形式在募集經費 除了有活動的辦理以外 那大家也可以透過定期定額小額的捐助的部分 持續的支持我們植物人的服務 那以基沙城塔的方式來支持我們這樣子的服務 而創世羅東院目前有安養24位清函植物人 護理人員必須24小時輪班照顧 是羅東地區植物人家庭的依靠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採訪報導